科学家警告 餐厅 连锁 素食店和饭店是最可能感染新冠病毒的三大场所 在经济重启之际 若未能严加的规范这三类的场所 恐怕在第二波的疫情会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例 研究人员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 2018年美国市区调查数据询问受访者前往餐厅 连锁素食店和饭店的频率和每次停留多久时间 结果显示 八周187个郡有156307家企业被视为超级传播者 其中116605间为堂食餐厅 26196间为有限服务型餐厅 如熟食店 连锁素食店和外带商店 还有一万3432间饭店和汽车旅馆 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拥挤 且人们长时间近距离接触 人们一周可能外食打四次 这可能是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心的原因 纽约和加州是美国两大疫情重灾区 这两大人口稠密的州也是餐厅密度最高之处 全国餐厅协会统计 加州的餐厅数量以87,225间高居全美之冠 纽约州则有58,027间餐厅 目前全美仍有38周禁止餐厅恢复堂食 在大多数的州也只允许餐厅恢复25%到50%的营运比率 且内用桌子必须间隔6尺 专家认为 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即所谓的超级传播事件 在大多数案例中可追溯至单一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发生的几率约是一般确诊者的10% 超级传播的理论众说纷纭 但无定论 有人认为超级传播者的免疫系统无法遏制新冠病毒 也有人说 这群人的免疫系统可能很好 所以未出现一般感染者会出现的症状 但能传染给其他人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